好,再来请林淑芬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各位大家好 是不是先请我们这个 阿春部长 来请劳动部许部长 林委员好 部长 这个纾困的预算不断的追加 那我们是希望协助产业度过这个难关 其实就是以前大家讲说政府挺企业 那企业挺劳工 所以所谓挺企业 其实我们更核心是希望大家一起 劳固双方度过这个非常时期 但是呢 你部里面所管的这个就业安定的基金的成效 你所展现出来是说 失业率有效的抑制 你的评估指标是说对于这个失业率的抑制是有成效的 但是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对受贡者而言 我们的薪资补贴 薪资损失 这个才是真正这个最实质的 可是从你们的就业安定的这个基金里面所用的两个计划里面 大概执行率都只有35% 由此可知 你们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整个纾困计划 本来还没有编列特别预算之前 你们用的这个就业安基金 你们最核心的指标执行率是 非常的不及格的 部长你有什么看法的 报告委员因为我们当初对于这个需要纾困的对象我们是估最大值啦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整个 你感觉35%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那因为我们的期限是拉到明年6月30号 没关系我现在跟你说 是怎样你每行保障的领行金的 这个无一定雇主的或者是纾困的执行率98% 结果你最核心的主要的计划 这个就业安定的计划 结果是落成35%的执行率 那个原因在哪里 因为今天是联席审查嘛 所以交通部的也有来 经济部的也有来 你就直接把我们在平常在委员会里面讲的 我们咨询的内容的 真正的矛盾在哪里 为什么你的部里面咨询不起来 这不是矛盾 这有一个就是 以企业来讲 因为我们现在在特别预算里面 有交通部有经济部 他们针对企业 有他的薪资补贴 那我们是属于减班休息的充电代出发 他们会去衡量 对劳工比较好的是你们的方案啊 因为你们的这个无薪假 这个方案 补贴方案的话 事实上是因为要求雇主要给付最低工资 然后原薪资到最低工资之间 你再补差额 再补一半 但是对资方而言 还要落到最低工资 所以我当时就说 还要落到最低工资 其实对资方而言 他就没钱了 尤其是对于平常薪水就在基本工资边缘的人 他更不愿意提报 这个放这个无薪假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 那交通部跟 经济部的方案一来 天哪 什么条件都不用 也没有保证这个 也没有保证一定要 薪水 要什么样的条件 只有说你不要放无薪假 那无薪假通报的黑数又这么高 定义是 即便放了无薪假 我们也不敢去通报 落港也不敢去减据 所以经济部跟高通部 在这 就保一四乘薪水的这个方案 对资方来讲诱因非常大 但我们今天在这里要 要来这个省 这个书困3.0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在这里跨部会的来检讨 现在落同部 可以保重 这个受雇劳工 最无法有基本的基本薪资 然后我们再津贴给他 所以这个相对而言 他的薪水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小的 但是 这个执行计划是失败 就因为高通部跟 这是经济部的方案嘛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担心的是 劳工是不是这样子 期待通过纾困的措施 让劳资双方度过经营的难关 不要让劳工落入失业 或者是他的薪水减幅太大 以至于无法承担他的生活需要 那我们现在这1.0到2.0到3.0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我们担心 劳工没有失业 反而落入更惨的难关 因为失业的非自愿性的离职 还可以领到失业给付 但是没有失业 薪资减损的幅度过于大 甚至通报也不敢通报 变成还低于基本工资 然后又领不到补助 这个才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最担心的 我们也希望说 政府的这些钱 真的能够落实到受冲击的劳工 是他可以被政府的这些纾困的款项给接住的 今天你在这里 高通报 经济报也在这里 我们要来问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方案 太会让宽松啊 这个部分当然 每个方案有他各自的条件 基本上是事业单位他继续做选择 为什么事业单位都直接选交通部和经济部的方案 而且他们的方案的执行率是98% 并并保证雇主薪资补贴 但是充电在出发执行率35% 经济报官公交通部都是90几% 我想 报告委员 这个事业 我想不是你说的啦 那个就是你们劳动条件司里面 你们副司长黄维琛司长受访的时候讲过一段话 他说劳工希望通报减班休息 希望通报无薪假 然后去申请劳动部的纾困补助 但这条路对雇主的负担较大 即使走交通部方案 政府补助四成薪资 能有雇主难以附和 所以才会变相的手法节省开支 所以你们黄维琛说 也有公司是先协议减薪18% 不能减薪超过二成了 那员工少拿一点 雇主负担减轻一点 政府帮忙分摊一点 维持八成薪资 他又讲啊 他们讲说你们的方案对雇主来讲负担太大 那我们在讲是说 我们考量的是雇主 我们也不一定是说不反对减薪 你知道吗 劳工也不一定说一定反对减薪 我们都知道共体时间 可是你们的补助 不管是劳动部 还是经济部 还是交通部 你们的补助 都是拿劳工薪资补贴当名目 去编列预算 然后劳工却没有拿到等同补贴的薪资 所以员工只是事业单位 然后申请补助的工具 然后受重创的薪资上的减损 他的经济生活受冲击那么大 又没有失业 又不是减班休息 不是无薪假 根本无法去申请补助怎么办 所以你政府在 劳动部在讲说 透过旧保法里面打造的就业安定的这个制度 根本无法运作 最后劳工 劳工走哪一条路你知道吗 有失业领补助 没失业就去贷款 贷款是要还的 所以纾困贷款的执行率有多高 劳工纾困贷款执行率有多高 大概有90几% 我们一百 将近一百% 你知道吗 将近一百% 员工过不去了去贷款 每个人包括企业都拿到补助了 职业工作也拿到补助了 生活贫困受冲击也拿到补助了 失业的也拿到补助了 就只有还有工作的 结果真正受冲击的拿不到补助 结果去找贷款 而且贷款的人超过百万名吧 包括委员 贷款的93万多 93万多 近百万 我现在要说这是高担保 我说最后的 这个是游戏规则设定的问题 你们部位之间的政策上的净合 你们要让劳工真正可以实惠 那要真正不是这样 用嘴说的 你们都说薪资补贴啦 就业安定啦 但是贷款是劳工 要真正吃贴得到吃得到 现在我说从 这样执行下来 一路下来就真的是 但是被冲击了 然后拿不到了 然后还去走 纾困贷款这一条路 所以我们是希望你们部位之间 在未来这一笔这个特别预算通过的时候 这样的经济部交通部 就联合起来打击劳动部 还劳动部的就业安定机制无法施行的 这个现象是不是政策上也要微调啦 也要微调啦 不要再说其他 那个观光局在说风凉化的啦 还是说经测部 他要去查核检局 那是要查要去检局啦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这个部长 不是只有李劳东坡 经济部 交通部 就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个问题 请你们好好的进行政策上的检讨 要微调就要微调 谢谢 好谢谢 现在休息十分钟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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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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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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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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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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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来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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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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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本次 好 今天到此 休息